全網淫Line Bank與施羅德投信還有政大商學院 發佈一個數位理財趨勢大調查 這樣一份調查發現了說 這20歲到50歲的人 其實這樣子一個全網路世代 平均的月收入達到5萬多元 是高於主席總處的4萬6千多元 其實以非小資是微負等級 這批族群每個月的投資金額 可以達到月薪的三成左右 超過六成更表示可以接受 中高風險的理財商品 那如果再區分一下年齡的話 就是看到這個20到30歲的年輕族群 是比較上網穩定現金流 而36到50歲的族群 是以這個退休作為理財的目標